终是许光华看不下去了 喝了一声 妙儿 许妙然这才松开手 许光华海壁递来 已是拖着自己女儿一路远去 遥望许妙然的背影就这么消失 唐杰的心头一阵黯然 感觉就好像有人挖了他一块心 割了他一片肝 有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与难受 尤其是在先施小虎后再施许妙然 这感觉越发的强烈 在心口堵堵的让人说不出话来 唯有化成泪水涌出 唐杰不愿意这样 便长息口气 将所有的不舍与眷恋 进化成一口真气 猛的仰天呼啸出来 他长声大吼起来 随着这吼声 四周海水 碰碰碰碰射出无数道水中 就像是一股股滔天巨浪 冲天而起 响应着他内心的不舍 宣信着他心中的愤怒 听到这吼声 苏新月微微动容 气质实质 声动八方 想不到唐杰已凝炼到如此地步了 灵气实质化 是每个九转修者都必然拥有的能耐 但是实质到何种程度 就看个人了 而唐杰所表现出来的 正是他这个阶段最高的水准 也难怪苏新月要佩服了 这笑声久久不斜 借助于狂笑怒吼 唐杰尽情宣泄着自己郁闷的心情 就在此时 远处也响起一记笑声 听到这声音 一一精神一振 你大傻瓜 只见远处出现一道身影 却是石井斋 这白痴自入秘境后 因秘境环境特殊的缘故 就与一一他们分散 他因吃傻的缘故 又不知道要往仙岛上集合 因此 每日里就是在海中转那转的 倒是玩的也颇为开心 直到今天 秘境被迫 再没有那颠倒时空带来的方向错位 再加上 唐杰笑声指引 终于知道找过来了 此刻看到石井斋 一一已是兴奋的扑了过去 就连唐杰也愣了愣 显是没想到 自己一嗓子 竟然把这货给吼出来了 撇里撇嘴道 称他娘没用 当初收下石井斋 是觉得他好歹是天心真人 留在身边当狗咬人也是好的 没想到 这货 痴呆傻愣 用起来着实不便 每到关键时刻就找不着他 当真是扶不起来 唐杰已经有种 要将其炼为鬼位的念头 只不知 这吃傻之人炼成的欺煞鬼位 是不是也是傻的呢 一想到炼制鬼位 需要消耗的成本 唐杰终究还是放弃了这想法 石井斋不知道 他已经与死神擦边而过 看到一一只是呵呵的傻笑 这两年相处 他与依依倒也培养了不少的感情 因为石井斋的出现 唐杰郁闷的心情缓解了许多 他这才看看苏新月他们道 不好意思啊 一时失控 倒是让几位见笑了 一名喜悦派的同门忙道 师兄真情真性 只会令我等钦佩 许真君有知 说不定也会为师兄感动他 愿将女儿嫁于师兄呢 唐杰淡淡道 能够感动他的不是真情 而是修为境界 终有一日 我唐杰会踏上天涯海阁的大门 让他许光华 能以把女儿嫁我为荣 这番话说的是豪情壮志 听得所有人都呆愣住了 让真君 要以嫁给你为荣 那你得是什么人呢 这口气未免太大了 不过 一想到唐杰连横无敌都骂了 连真君都敢攻击 这点口气倒也不算什么 此刻 唐杰转过头 对魏天冲道 对了 明师怎么会应你们的召唤而来呢 魏天冲呵呵一笑 前些日子吧 你这消息过来 一听说万寿元的事 派里当时就炸了锅了 正好 这时候明师冲击子府成功出关了 我喜悦派多了第五位子府 可喜可贺呀 而灵霄长尊当即决定 就由明师出手 扬为天下 不过 资府不能轻易入他派地盘 所以 决定在一名弟子身上留下心念 作为标记 于是 应呼唤而出 此乃大荣耀啊 更是大庇异 派里不少人都想得到 正好 你一口气 杀了上百的恋兽门弟子 加师当即进言 就把这机会交给我了 感情 这家伙还是托了唐杰的福 唐杰立了那么大的功 怎么招一代奖励他呀 魏天冲跟着沾光 就得了这召唤明夜空的权利 要知道 此事说起来简单 却需要先在对方身上留下心念 这种心念 蕴含着被召唤者的一缕心神 往往带着许多的修炼经验 一旦有所感悟 对自身可是好处极大的 尤其是魏天冲 学了明心见性 对心念感悟更胜从前 虽然在人情事故上 还有些傻偷傻脑 但是在修炼方面 已颇有些悟性 因此 领悟这心念 却是极为顺畅的 相比之下 封不治就没这好处了 他使用的却是术法 与心念无关 唐杰问道 那你以后若有危险 还能再呼唤明师吗 呃 确实不成了 魏天冲回道 其实 这心念留下后 除非是明夜空自己消除 否则 就能感应到魏天冲的呼唤 不过 能感应到是一码事 会不会回应 又另是一码事了 此次乃是公事 明夜空自然会应其呼唤而来 若是平时有什么事 魏天冲敢这么做 明夜空基本是不会理的 就算来了 多半也是一剑 把他脑袋给削了 以做惩戒 因此 终究也只能使用这一次 此刻 魏天冲道 领悟了这心念后 我原本许多修炼上的道路 也是豁然开朗 唐姐 你这次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不如回去之后 就求掌尊 以贡献换心念 若是能得到掌见人的一缕心念 从此以后 也多了个强大的护身符不说 以你的资源 只要有所领悟 必然实力大尽呢 唐姐却是摇了摇头 心念虽好 却有个问题 就是烙印过深 极难改变 这些经验 到底是他人的经验 若用来参考自身 自是极佳的 若是用来作为章法 却未必适合自己 虽有短时之快速 却于长远不利 竟然还有这种事吗 魏天冲大惊 那师父 还为我求心念 唐姐白了他一眼 你傻呀 那也得你先有那么远大的未来 才能考虑这事吧 以你的资质 有些事还真不用考虑那么远 先抓住眼前的好处 比较实际 说着 已自向空中飞去 此间事已了 也是时候回喜悦派了 魏天冲一呆 追着唐姐喊 等等 什么要 以我的资质 不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给我说清楚 一群人哈哈笑着 也是一起飞空 追着唐姐而去 出云山脉以西 越过主风群后的自然区中 有一座山 叫做问鼎山 山上有一块骑石 骑行如船 两头悬空 只在中间部分 有一点隔于山顶 看起来就像一个天平 即便是一阵风吹来 也会引得那山顶骑石摇晃 然而 任那石头怎么晃 却就是不会掉下来 如有神柱 稳若泰山 其实上不中空 有一人坐于石上 闭目打坐 遥望静思 手中还拿着一根吊杆 长长的吊丝 从空中一直垂落到山下 竟是在这高空中垂吊 正是唐杰 吊钩上挂着一块血淋淋的鲜肉 这肉就这么在地上躺着 散发出血腥气息 很快 一只欢腰被吸引过来 这只欢腰 仅止通灵下瓶 对于这种刚刚成腰的小家伙而言 新鲜的血肉 依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他左顾右盼地看着 小心翼翼地靠近 在自以为没有危险后 一口向那肉块咬去 就在咬下的同时 吊线陡然伸直 以拉着欢腰向空中生去 欢腰就像一尾鱼 在空中疯狂地摆动着 冉冉上升的吊线 则时不时地放出灵光 就在这时 远处天外 突然传来一声喊 唐杰 唐杰手中一抖 下方吊线竟是啪的一声断裂 欢腰从空中直落而下 打了几个滚 以示飞速地跑开 看着那欢腰跑掉 唐杰并未去追 只是收回吊线 看了看断口处 自语道 气发如斯 千里一现 终究 还是差得太远了 旁边的兔妖 兔兔 却是满脸钦佩道 哎呀 这吊妖之术 乃我天音界修炼秘法 最是锻炼 对灵气的操纵与掌控能力 要知道 这丝线极细 稍有灌注过多 就会导致断线 又不许使用掉钩掉腰 只需以灵气强射 相当于以细线 细重锤 难度便更大了 你能在不到百日之内 练到这步 亦是静静急速了 看来我终究是小看了你 你果然是个天才 只是唐杰自己知道 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天才 是那滴白虎精血 改变了自己 也改变了他的资质 只不过 白虎改变的不是玉门 而是其他方面 比如体质 比如潜力 比如这对灵气的感应 与操控能力 此刻正说着 天空中那喊话之人 已是飞得尽了 却是未天充 从崖海回来后 唐杰就每天清晨来这调腰 转眼就过了三个月 这日子长了 大家也就知道 要找他 就来这找 此刻 魏天充一道 落在山顶的石船上 正要说话 唐杰已是摆了摆手 哎 你别说啊 让我猜猜你的来意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些日子 有关于我的贡献 以及奖赏的争论 当有定纪了吧 魏天充哈哈一笑 呃 呃呃呃呃呻呃呃 呃呃呃呃 呃呃呃呃呃呃呃 的确是这样 派裂已经有结果出来了 壁水清天一战 再加上万妖秘境之斗 唐杰连斩 炼寿门天心两个半 朱炼寿门弟子上百 破坏传颂阵 这些都是他立下的功劳 有功当赏 问题是如何尝法是个问题 派中激进一系的修者 认为应当重赏堂杰 作为喜悦派未来精英加以培养 但是也有人认为此举有所不妥 此战虽是诛杀练兽们弟子众多 但是万兽园中密宝却终究未能得到 恋兽们固然损失极大 喜悦派其实也没捞到什么好处 虽然说敌人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收获 但也不能无休止地夸大 既然喜悦派本身没什么好处 那便按照唐杰诛杀人头算贡献即可 实无必要再多给多余的奖励 讲法要公平 这份公平可不是仅止该讲的不讲 同样包括不该讲的乱讲 这么一来派内争论立起 两边都吵得不亦乐乎 因为是关系到额外奖励的缘故 唐杰看得很开 因此并不理会 更不会像以往那样去公关各处 每日里只是在这山上掉腰自鱼 锤炼自身 落在一些人的眼中 反倒觉得此子心性不错 定力颇佳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对他又多了几分好感 如今三个月过去了 派内的争论也终于是尘埃落定 有了统一的意见 魏天冲就是送这份消息来的 只是没想到 他人刚到 唐杰就已猜到消息了 此刻唐杰淡淡道 这算什么 不如这样吧 我与你打个赌 就赌 我还能猜到派里给出的奖励 具体是什么 若是我猜到了 你就把分神定心法 与我讲一遍 什么 魏天冲一个哆嗦 这分神定心法 可是他师父 雁长风的看家心法 若是背着人私传 那可是大罪 唐杰一道 你放心吧 此法 我主要是用来借鉴参考 绝不会泄露 更不会传于他人 我若输了 就把那套明心见性的 整套心法都给你 听到这话 魏天冲 安心许多 想一想 觉得自己还是蛮有胜算的 终于点头道 呃 那好 就这么定了 你说吧 唐杰这才道 此次争议 其实不在贡献 而在于额外奖励的部分上 掌剑人认为 除应有之贡献外 对我开放水月洞天 此十九封内自由行走之责 天一阁自由出入 免二十年基础贡献之需 近唐杰为密堂掌亲 量赏零钱三十万 玄月真君认为 奖励过于丰富 又是公平 说到这儿 唐杰停顿了一下 笑道 其实我也觉得 这奖励太丰厚了 实在不公平 所谓的水月洞天 就是喜悦派的洞天福地 无数派内大能的归须之地 七侠界内灵气最为充沛之地 在里面修炼一日 顶得上他在外面修炼十日 百日 更有千年灵田 允无数奇花异草 是喜悦派一等一的种地 对唐杰开放水月洞天 仅次一项恩宠几重 至于十九封自由行走 就是说 他可以在喜悦派内 十九天魁以下 任意的地方行走 不予派归 这是极大的自由通行权 虽没什么实际作用 却代表着显赫的地位 与远大的未来 免二十年基础贡献 就是说 唐杰不需要再为自己的住所 交纳贡献 当然了 其他部分该交还得交 至于零钱三十万 天一阁自由进出的 和晋升长亲 就不用解释了 如此丰厚的奖励 还只是额外部分 就算唐杰也觉得实在太高了 而这正是派内争议之由来 但是唐杰清楚 这其实不是因为他立下的功劳值这么多 而是萧别寒借机向派内保守势力 发起挑战与刁难 作为掌权者 保守派小气的不是这点赏赐 而是他破坏了规矩 妨碍了公平 因此是绝对不能同意这样方案的